2月16号凌晨 世界田连室内巡回赛 法国列万战 结束男子60米决赛争夺 非洲男子白米记录保持者 肯尼亚选手奥曼亚 以6秒54夺冠 欧洲男子白米记录保持者 东京奥运白米冠军 意大利的雅克布斯 6秒57获得亚军 雅克布斯理论上 比奥曼亚拉高不少 他在去年室内市井赛上 以6秒407夺冠 但今年备战室内全井赛 和室内欧井赛的雅克布斯 开秀着实有些晚 现在也还没有进入状态 能跑到6秒57算合格 人们传言 这场比赛苏炳天将参赛 如果成行 这将是亚非欧 三大洲白米记录 创造者的同场竞技 同时 苏炳天还是这三将里 唯一有室内60米 大洲记录的 毫无疑问 是非常吸睛的焦点战役 但苏炳天团队改变策略 选择放弃列万战比赛 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半决赛 处于最巅峰时期的苏炳天 首次与雅各布斯交锋 苏炳天以9秒83 创造亚洲新白米记录 获得小组第一 雅各布斯9秒94 排名小组第三 随后不久的决赛 雅各布斯以9秒80夺冠 一战封神创造新的欧洲记录 苏炳天以9秒98 获得第六 上个赛季 雅各布斯伤病不断 他也因此错过了休斯顿式竞赛 苏炳天这次因为疫情 及签证的原因 直接用休斯顿式竞赛 开启新赛季 两人未能实现 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的 首次交锋 本月初 苏炳天再赴欧洲 在戈德堡市内赛上 跑出60米6秒59的成绩 按照以赛带练的参赛计划 苏炳天原本是打算参加本月8号的法国蒙德维尔战 以及15号的列文战比赛的 此前央视体育报道已经在体育新闻里预告过 苏炳天将在列文与雅各布斯再战江湖 不过苏炳天先是退出了蒙德维尔战赛事 现在又突然退出了列文战 有田征连发帖抱怨 说什么去年雅各布斯是退赛王 雅各布斯好歹每次退赛 他都会发文说原因 要么是赛前热身发现身体不舒服 要么是食物中毒送医院去了 你如果怕输 好歹编个理由 说自己不舒服也行 有人又拿前奥运冠军刘翔做对比 不过有刘翔的粉丝表示 刘翔职业生涯啥时候莫名其妙 就不断退赛过呀 有伤被迫退和担心跑不出状态 屡次退赛是一个概念吗 刘翔职业生涯依次淋巴跟腱重伤 伦敦前一次伦敦赛事预赛13.27 跑完发现跟腱不舒服了 退出了决赛 几乎生涯没有因为非伤病退过 苏炳天突然退赛应该是有原因的 以赛带练是他今年年初 欧洲之行参加系列室内赛最大的初衷 今年他的主要目标还是9月的杭州亚运会 以及8月的室领赛 至于苏炳天为何突然退赛 公众没能第一时间知道原因 可能是他的团队与外界的沟通 存在一定不足 而且大家要知道 现在已经是2023年了 到今年8月底 苏炳天就交满35周岁 这样的老将还能坚持在一线赛场三赛 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苏炳天退出列文赛后 日本名将多田休平 成为雅各布斯这场比赛最大的竞争对手 虽然我们00后陈冠峰 2月12号刚跑出一个6秒60 但中国男子短跑 目前除了苏炳天 真难说有谁能跑得赢多田休平的 更不要说与世界顶级飞人同场对话